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RN与LM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粤剧名龄的艺术人生 今天的主角是王千岁 王千岁原名叫做王昏 1914年出生,1993年去世 他是著名粤剧文武生 他直观是广东省江门市的台山人 他有一个花名,他的花名叫做杜理芬 为何有这样的花名呢? 就是因为他很喜欢和别人争论道理 他的原则就是,是非越辨越明 所以有些什么都一定和你争取到底 所以弃杭中人都给他一个花名 叫做道理芬 即是时事都要讲道理 王千岁在1959年 由美国回来香港 和呂楚云在荃湾演出粤剧 并且参演他师傅 廖合怀首本剧《粤语电影》 《花王之旅》的首映礼 日子的首映礼是1960年5月18日 这首映礼是用来纪念他的师傅 廖合怀的 在1960年9月 王千岁和陈錦棠、鳳凰女、任兵仪和梁醒波 那几个就一起组成了凤和梁剧团 在九龙旺角的东乐器院 一共演出了十四天粤剧 另外在1960年12月23日 香港政府副政司署 在宪布公布核准了王千岁和梁慕商 在1960年12月23日 在1964年王千岁和谭善雄组织了一个中营班 那班名叫做千雄剧团 就是在4月23日 在1902年恩川雄剧团 另外在1965年12月上 王千岁参加了王相王剧团 在剧团内 和馮煌女、梁省波、石燕子、梁素琴和张省飞 一起在新界上水的石湖虚商会筹建会址 在上水虚球场演出粤剧,帮石湖虚商会筹务经费建会址 时间到1966年12月7日,黄千岁因为胆管毛病 进养和医院做手术,要割除胆石 后来第二年是1967年2月9日,丁美莲的羊莲大年初一 他就参加了新马剧团的演出 之后他又在八王会馆担任财务主任 另外黄千岁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历史 是什么呢?就是在1968年黄千岁因为藏有四瓶 再有少量鸦片烟的东西被捕 由于他在审讯的时候认罪和吸食鸦片烟 于是被留有案底,记录在案 另外在1950年他也曾经被罚 因为吸鸦片烟也是在1950年曾经被罚 港币一百元 这次又再次被捕,在香港岛西区裁判署 3月14日便审讯,结果是释放的 不过是警戒和留有案底 此外黄千岁的老婆梅芳 即是梅丽芳 亦都是因为在香港岛西环烈提顿到23日 即是他住所藏有鸦片烟 于是便要上法庭 同年3月19日亦被法庭判罚他50元港币 和签保行为三个月 去到20世纪70年代,黄千岁移居加拿大定居 在1993年3月24日,星期三 在早上,黄千岁在加拿大多伦多东区医院的厕所中 暈倒了,经过抢救之后 最终都是不自离世的 当时他响零79岁 当时围下了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接着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黄千岁拍过什么电影 他拍过也有几十部电影 1964年有《红灵血》 《一彎微月半寒寒》 1963年有《紫霞杯》 1962年有《雕瞒元帅网将军》 奉国恩仇《未了情》 《春满帝王家》和《孟生小艺人》 1961年有《沉香太子》《独龙谭救母》 上集和下集 1960年有《花王之旅》 1959年有《沉香太子》 1959年有《丽鬼呼声》 《范梅花》《金刚镇产子》《涉光打烂太庙》《艳阳丹讽》《三梁教子》 《互谷口》《赤登》《车山》《抹尽金刚镇》《赤祭亲》《抵抗赤高冉》《南海淡选》《黄海淡 Brid支针寒丹丹》《鎳骨》《等侵美丹》《鎳谷承》《彎云丹丹丹丹》《堂之后》《却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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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妹招親,屠三春昆盛 然後是1955年 1955年拍攝過《淒涼金葉谷》 《醉打金枝》 《紫媚心》 《七師八明九人頭》 《金師蝴蝶》 《紫霞杯》 1954年拍攝過《情大嫂》 1953年拍攝過《私奔》 1952年拍攝過《月味花嬌》 1951年拍攝過《情困武潘安》 《雄靈血》上下集 1950年拍攝過《飄零二孤女》《董小苑》 1949年敲打洪梁 1948年拍攝過《劉甘定斬四門》 1935年拍攝過《可憐女》《王千歲》的演藝人生 1958年拍攝過《咱們》 好 拜拜